嗯,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蛇先生和小仓鼠的故事 希望大家喜欢 蛇先生是动物园的蛇先生 小仓鼠是动物园里蛇先生的晚餐 蛇先生,你打算吃我吗? 蛇先生,你确定不先洗洗吗? 蛇先生,你吃东西不拔毛吗? 蛇先生,不拔毛的话 闭嘴,再吵,我就真的吃了你 反正蛇先生还是动物园里的蛇先生 小仓鼠却变成了蛇先生的储备粮 蛇先生,你今天饿了吗? 蛇先生,那你现在还饿吗? 蛇先生,你吃不吃玉米粒呀? 蛇先生,你... 蛇先生,你终于肯吃我了吗? 那你拔毛吗? 滚! 蛇先生一个,扫尾巴 把小仓鼠咕噜噜噜滚走了 蛇先生成了动物园第一条不吃仓鼠的蛇 小仓鼠成了动物园里最著名的仓鼠 蛇先生用尾尖点点仓鼠咕噜的腮帮子 这个是什么? 嗯,这是我的粮食 蛇先生用力地戳了戳 嗯,很疼 蛇先生张开嘴 嗯,你还敢吼我 小仓鼠不舍得虎猪塞帮子 那你可以等我吃完再吃我吗? 蛇先生收回了蛇性子 都去一边睡觉去了 好吧 蛇先生是动物园最不缺肉的蛇 小仓鼠是动物园中长肉最快的长仓鼠 你怎么这么胖啊 嗯,因为人家没有跑轮 蛇先生将小仓鼠扫到自己身上 跑吧 蛇先生,你身上好滑 闭嘴,再不跑我吃了你 嗯,蛇先生,你身上好凉啊 闭嘴 再啰嗦,我真的吃了你 蛇先生,你身上还有花纹呢 闭嘴,再多嘴我就 蛇先生,你身上一点毛都没有 蛇先生很挫败 为什么这招不管用了呢 蛇先生是动物园中最不怕热的蛇 小仓鼠是动物园中最烟烟一息的仓鼠 嗯,好热好热好热 真的好热 以前我的仓鼠窝还有那两板呢 为什么蛇先生就没有呢 蛇先生,你不热吗 你想说什么 我可以躺在你身上睡一觉吗 蛇先生,你身上特别凉快 还滑滑的 嘿 闭嘴 上来 吵醒我,你就死定了 于是小仓鼠欢快的跑到蛇先生身上睡觉去了 饲养员送食时,看到盘着身休息的蛇先生 身上还有个四只爪子平爬的小东西 那是什么 是仓鼠 嗯,他怎么不吃 大概是恋爱了 蛇先生是动物园中最奇葩的蛇 小仓鼠是动物园中最幸福的仓鼠 饲养员惊奇,游客也很惊奇 哇,你看,那条蛇不吃仓鼠呢 原来真的不吃 小仓鼠抬头问问蛇先生 蛇先生,蛇先生 他们在看什么呢 看你和我 嗯,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啊 小仓鼠不吃不吃的 拍到蛇先生身上 抱着蛇先生的后脑 很很轻的一口 当然要愉快 给我滚下去啊 哇,妈妈 你看,那条蛇不仅不吃仓鼠 还会凉红呢 小仓鼠到现在都不懂 为什么蛇先生一直不吃自己 蛇先生,蛇先生 你为什么不吃我呀 嫌脑,我每天都要在你身上锻炼啊 我每天都要在你身上锻炼啊 然而蛇先生,蛇先生依旧不吃它 这是个美好的动物园 这是个美好的蛇先生和小仓鼠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全世界最 全世界最骚的仓鼠的故事 希望大家喜欢 每天晚上十二点一夜 先骂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cTelefino